當然我想侯友宜已經把那個 政治的成分拉上來 按照以前我們認識的侯友宜 他從來不會把任何的 這個所謂的新北的這個行政事務 把他辦政治化 侯友宜以前很少這樣做 你看四大公投他脫鉤 他的新北的施政跟四大公投脫鉤 包含了二零二零年的總統大選 他把新北的施政跟韓國瑜選總統脫鉤 所以他以前從來不扯這個 包含了COVID-19的時候 侯友宜對於中央的CDC 他是很少去攻擊的 他說我們尊重中央的做法 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來防疫做好所有新北市民 才是最大的福祉 以前都這樣答的 那可是為什麼他變了 為什麼侯友變了 是不是因為趙哥剛剛那天吃飯 講說你太佛系了 選戰怎麼可以佛系成這個樣子 正確 正確 他說你這種打法 沒有辦法 你要針對對手來攻擊 那對手當然是賴清德 他說對手不是蔡英文嘛 所以說為什麼他會這麼急促的 拋出這個議題說 這個副總統啊你要趕快交代 交代你的檢調 檢調不是副總統的 檢調也不是蔡英文的 檢調是屬於中華民國政府 受中華民國憲法的規範的 你怎麼會屬於某一個政治人物呢 不屬啦 那另外再講賴清德 就比較比較離譜了 就擺明的是對手 否則賴清德是被位元首 被位元首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他沒有職權 你說賴清德能指揮什麼 除非當總統不能行使職權的時候 他才被位 那那那目前賴清德是什麼 他就是被位元首啊 他能指揮什麼 除非總統說好 這個案子由賴副總統負責 你給我辦 他才有職權 總統不交代 他是沒有職權的 所以這個時候 突然就出來叫板 我覺得有點急啦 有點急 那我講我再講 其實新北市民其實急的是什麼 你說檢調真相沒那麼快 要的是什麼行政疏失 新北市在這一次的這個事件裡面 有沒有行政疏失 那侯友宜其實你可以針對行政疏失 那跟檢調無關 因為你的所有的行政規範 行政規定是誰頒的 新北市府頒的 有關於幼兒園的管理方式 有關於幼兒園幼托等等的管理方式 評鑑方式是誰頒的 新北市府頒的 那這個評鑑的項目把它拿出來 那請問這一個出狀況的幼兒園 有沒有哪一項是違反了你的行政規範裡面的事物 如果有那誰來督導 誰來掌控誰來評分 那這些人有沒有行政疏失 這個家長要的是這一些 難道我的孩子到學校去 這個餵藥不管是餵感冒藥 還是餵這個什麼彩虹 人家說那不是 那是彩虹杯裡面放的藥水 變成彩虹藥水 不管是為什麼 請問這些老師在餵食這些兒童 在用藥的時候有沒有規範 新北市有沒有慣 有啊 新北市有規範啊 寫得很清楚啊 必須在家長跟老師雙方的聯絡簿上 要寫下同意的這個條子 這個條子在哪裡 這個條子在哪裡 如果沒有 老師用哪一個依據來餵藥 那餵錯怎麼辦 所以說家長擔心的這一個 然後會以為說沒有啦 你要趕快把這個藥頭找出來 這藥頭是副總統在找的嗎 那當然是按照你的行政書 你的行政規定 老師你現在清查你的老師 在上班時間有沒有相關預舉的方式 如果有預舉超過了老師的規範裡面 你要你要糾正嘛 你要做行政的糾正 而且呢 我們以前講喔 叫做行先逞後 那是舊法 就是我要查明真相 我才能對他來做處置 那是舊的 現在是行程並行 雖然刑事部分沒有出來 可是你在刑事 你在行政書是有交處分啊 你不能說沒有判定就無罪 那有沒有違反你的行政規定 有違反行政規定就要辦啊 人民要的是這一個 另外我講喔 行政調查的牛步 他比這個司法調查 大家還要生氣 你經過兩次的這個面對面來座談 大家為什麼對何有愿對 就是你在海三國小 然後一對一進來 或是一大群進來 這誠意不夠 你真正的市長 你的誠意夠 這有幾個家長 40個而已嗎 40個而已 侯友宜帶的人到他家去 真的啊 侯友宜市長 帶著相關的官員親自拜訪 我來問你 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忙 我這才叫夠誠意嘛 而且你到家長家去拜訪 讓你說我不願意 那算了 只要你願意 我帶著團隊到你家 這時候記者要去 還有理由可以不讓他去 那是私人處所 你沒有經過這個家長同意 你是不能進去的 所以是我市長帶著團隊 到你家去拜訪 那也不會像在這一次的 這個海中國小面前 有很多所謂的 像好像候選校長在那邊擋 你這是獻你的 你的員工於不義 你這些校長在那邊 你是什麼身份擋 你不能隨便擋人 我們在軍中 為什麼可以在大門口 可以占衛兵 那個是要塞 堡壘管理法 我不能你進去 那我有公務員身份 我是按照法令直槍 我不准你進去 請問在這個門口的這些校長 你是憑著哪一條規定 不讓議員 不讓記者進去 哪一條 你哪一條出來 哪一條規定不能進去 那個海山國中 那個是什麼 那是公共 那是那是開放的公共場域啊 你為什麼不讓我進去 你不讓進去 誰下了命令 然後呢你阻擋 為什麼警察不敢擋 你看在場的海山分局局長 都不那個員警都不敢擋喔 警察清楚嘛 我沒有權擋你嘛 因為你是記者 你是議員 你要進去了解 我有什麼權力擋你 所以他不擋 他叫校長來擋 候選校長來擋 這是現部屬於不義耶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被提告之後 這難分難解 最後一個就是司法跟行政錯位 侯友宜把司法跟行政搞錯了 其實侯友宜本來應該很清楚 為什麼 他是警政署長耶 沒有人的這個司法觀念 比他更了解 什麼能查 什麼能擋 什麼能做 什麼不能做 什麼不能說 我想侯友宜比賽都清楚 可是因為政治的選項 跟他的老三的地位 讓他變得整個判斷錯位了 整個判斷錯位了 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丟出政治話題 企圖用政治話題 來改變你行政作為上的牛步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讓大家 整個把侯友宜的人設打破了 侯友宜以前人設是什麼 侯友宜是情政愛民 不分黨派 這是侯友宜為什麼在新北市 會大過國民黨的原因 就在這裡 他是情政愛民不分黨派 現在是為了選舉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丟出來 所以說侯友宜要檢討一下 你的改變 你如果不改變 你以為這樣子 可以跟恩恩案一樣 安然度過此時非彼時 當時你沒有選總統 現在你要選總統 而且你同步是新北市的市長 你的行政成績 你的行政態度 會影響到後續 你所有的支持度 現在可以